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然后从这一期前两期我们讲了一下两位非常伟大的人物 一个是巴菲特技术派的一个宗师 一名是索罗斯 他的哲学以及他的做空哲学 以及他的整个传奇经历都是非常值得学习的 然后这一期我们来讲一个 就是我认为也不说更伟大吧 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他就是杰西利弗莫尔 杰西利弗莫尔 这个我们就是如果你是做技术面交易的 那你一定要去看索罗斯 不是索罗斯 不 已经一定要看巴菲特和格林厄姆的一些书 他应该是相当于是技术派的 应该是价值派的圣经 然后呢 如果你是做技术教育者 那你一定要读杰西利弗莫尔的书 因为他就是技术派的宗师吧 可以叫这么说 虽然说爱德华道士理论他们以前也有一本叫做技术股市 技术交易分析方法 总之也是那次的书 但是呢 就是杰西呢 他是真正的就是实践了技术派的方法 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而同时呢 他又是一个非常悲凉的一个人物 他的整个一生啊 正好就是 总之成功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他最后失败也非常值得我们总结教训 所以呢 他是这么一个人 太有用了 所以我要分两期来讲 这一期呢 我说讲一下他的这个整个生平 他一生的故事 下一期呢 就讲他的操作方法 他是怎么做的 来赚这么多钱 和他的一些理念 好 五十七 伟大的杰西 利弗莫尔 杰西 利弗莫尔 然后呢 我们主要是 讲他的生平 我们这是第一期 他的一生的故事 这个 他的四起四落 其实应该是三起四落 这个地方 他的一生的故事 好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杰西呢 杰西呢他是1988年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老是可恶啊 可能是过节 过今天是有这边国外的圣诞节嘛 我没有和家人出去 然后呢 我就说做一期节目 等会儿和家人出去 所以说可能是这个这个心态稍微极了一点 老是可恶不好意思啊 1877年 他是出生 出生于美国 1877年啊 请知道他是一个农场主的儿子 当然因为说是农民的儿子 这个无所谓了 就是农场主或者是农场 农场农民吧 的孩子 他这个就是贫穷 这一点呢 主要就是要知道大家 他呢 不是像巴菲特 巴菲特呢 其实是生于一个中产偏上的家族 家庭 索罗斯呢 也其实是中产 只不过呢 后来因为 因为苏联入侵 这个匈牙利 他们家族败落 但是他的家族 应该也不至于那么贫穷啊 但是呢 尼弗莫尔就是 是比较贫穷的啊 因为为什么贫穷呢 你想他只有小学毕业 他的父亲啊 根本就没有让他读完小学 小学毕业 他一般的 小学毕业 一般的呢 就说人知道 他如果是家庭 只要稍微好一点 教育好一点 父母不太可能 不重视孩子教育 但是如果是 他 他的父亲 小学都没让他读完 就让他去工作了 那肯定 这个家庭是非常穷困的啊 好 这是1877年 然后 1891年 就是他13岁的时候 就开始辍学 打杂工 他这个杂工呢 不像其他的这种杂工 他这个第一份工作 就给他这一人生啊 就带来了太多的 就是这一辈子 就给他这人生 这一辈子 就奠定了 他财富的基础 因为他第一份杂工呢 是 擦黑板 就是这样 就是擦黑板 然后假设为什么会擦黑板啊 第一个是擦黑板 然后做 航情记录 航情记录 就以前啊 在1920年 190几年的时候 191年 当时呢 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先进呢 也没有电脑 什么都没有 他是 就是股票如果上涨了 这个信息呢 会传通过电报 传到一个报价机 这个报价机呢 会生成一个纸袋 就是一条铁的这种小纸袋 这个纸袋上的价格 但是你纸袋上 价格出现了之后啊 他肯定 普通的交易者怎么知道呢 他这个就有人 在交易所里面 有一个黑板 这个黑板上呢 他就会写价格 然后呢 不禁了擦价格 比如现在是3块5 好 一会儿就是3块7 一会儿3块8 所以这个价格写满的呢 擦黑板这个工作 就是杰西做的 然后呢 他除了擦黑板之外 他也写这个行情记录 这是杰西 然后请注意啊 就是因为做这个工作 加上他本人人比较聪明 他就培养了一种对数字 对股票价格的敏感 这个非常重要 好 然后呢 在1892年到1899年 你看他是做了两年 相当于大家 这些关键点 就是有些 你们要看清楚啊 两年 两年的记录 数字 行情 什么意思呢 他用了整整两年 不停的写这个价格 擦价格 擦掉 又写又记录 就两年时间 就在他头里面 形成了一个很多很多的 关于股票上涨下跌 一些敏感 甚至说我们现在叫盘感 所以是两年时间 咱们普通交易者 很多人一上一场赚钱 你看到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啊 你看到股市里面 巴菲特也好 索罗斯也好 包括伟大的杰西 尼弗莫尔也好 有没有一个人 能够在这个股市里面 很轻易的成功啊 不可能的 所以说如果你将来要做 你要花一到两年的时间 去了解你股票价格 记录行情 我们说现在不用记录了 因为现在有K线图嘛 你自己要去看 高点低点 它中间的波动 总之就是我们能够 算在里面学到的 好 1892年到1899年之后呢 它是从三块一毛二 赚到了一万美元 从三块一毛二 赚到了一万美元 好 它是怎么赚的 它在它的一个书里面 叫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里面有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这边就不用去详细讲了 股票大作回路 然后呢 总之它是通过一些对赌啊 它不能通过很多的做超短线的方式 赚到了第一桶金 这个时候呢 是它的十五岁 大家注意个年龄啊 它才有十五岁 然后1900年到1900年到1901年 它是亏光了一万 第一次跌到底股 但是呢 又赚了五万 又起来了 起来之后呢 又亏光了 又亏光了 所以呢 它在它第23岁的这一年啊 又急起急落 现在呢 很快的就把这个一万的美元亏光了 然后又赚了五万 五万之后又全部亏光了 大家注意啊 当年的五万 也相当于现在好几百万了啊 好 然后在1906年 1906年 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啊 它是做空 太平洋铁路 做空太平洋铁路 它结析呢 然后这一年是赚了 二十五万美元 赚的特别的多 二十五万 应该说这个就是它人世中间 最关键的一年 第一年大幅的赚钱 赚到特别特别多的一个钱 这个做空太平洋铁路 然后呢 2017年 这是它非常辉煌的一年 19 不是2017哈 今天老是比 可恶实在是不好意思 1907年 这一年啊 它做空股指 做空股指 做空股指 赚了大钱了 做空股指 大赚 但这个大赚呢 有人说是一百万 也有是说三百万 总之呢 大赚 它赚到什么地步 它去做空股指的时候 包括当时的杰皮摩根 你知道这个最伟大的银行之一啊 杰皮摩根 当时杰皮摩根 都是请求他 不要做空 就请他 也不叫请求吧 估计是 就是让他 请他不要做空 就是证明他当时啊 虽然才有几百万 但他的这个实力已经很大了啊 当时就让他不要做空 就能够联合 联合杰皮摩根一起做多 就是要让他不要做空 所以说呢 他在当年就已经 就是已经市场地位 这个名声就已经非常大了 这一年呢 他自己不管赚了一百万也好 三百万也好 就是人生啊 最辉煌的两年了 这个最辉煌的 前期啊 最辉煌的两年 然后一九零八年 基本上呢 咱们中国人说的是啊 福西获所至 获西福所一啊 经常是 你到了一个顶点 就会下降 这个也是我 前期啊 讲江恩的时候 讲的那个江恩的周期的秘密 大家如果没有看过那期节目 一定要看一下 这就是为什么 他杰西可能当时又不懂这个道理 就是当你真正的赚了钱之后 你后面一两年一定要 要么就做一丁点钱拿出来 要么你就不做 就等待下一次机会 为什么呢 你的这个盈利的周期啊 就已经到了 下个周期是你亏损的 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在上期节目也讲了 因为同一个方法 如果你前几年赚了钱 后几年你用同一个方法 一定会亏损 至于为什么 你们自己去看一下节目啊 所以呢这个杰西呢 也果不其然 在二零一九零八年 就栽了一个大跟头 这一年他才三十一岁 当时呢 他就听信棉花大王的建议 去做多棉花 做多棉花 当时呢 他做多棉花 然后呢 很很可惜的是 做多棉花 他也犯了 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大错误 做多棉花 而且是亏损家仓 家仓 想贪成本 这个节目 我们所有的人估计在交易里面都犯过这个错误 破产的原因就是去没有根据他的信号做去逆势 也不叫逆势吧 就是没有根据信号去做多棉花 棉花出了止损信号 不止损 还去加仓 还去加仓 摊品成本加仓 好就是大幅亏损 这一次亏损啊 1908年31岁的亏损 给他带来最沉重的一击 然后呢 基本上就再也没有钱了 你要知道没有钱了 这个投资游戏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你可以什么都没有 但千万不能没有钱 因为钱资金呢 头寸就是你的游戏的筹码 一旦没人筹码 你这个完全就进不去啊 市场进不去 你这个没有人陪你玩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一次啊 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 一直到1915年 他38岁啊 才能够东山再起 这个时候才东山再起 这个时候东山再起呢 他是等了七年的等待 啊 等待了七年 在这七年里 他看到很多机会 你去看他的书 可以可以知道 他一直耐心的等待 一直耐心的等待 有些时候为了控制自己 那种不购买的欲望 他甚至就去一家 他买不了的一家交易商 去看他们的数据 看他们的报纸 看他们的东西 为什么呢 他知道 即使我当时想 发疯了想买 我也不能买 因为我不在这个交易上有仓位 我不在这个交易上有席位啊 所以说 他是等了七年 在这七年里面 他让他所有的耐心去等待 然后呢 在1916年 1915年到1916年 就是从1915年 到1916年 又开始大转 1915年 在他38岁的时候 开始赚了14.5万美元 然后呢 在39岁的时候 第一次重新赚了300万 然后呢 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小辉煌 人生的第二个小辉煌 这是1916年 好 他在他的 就是我如何进行交易 这本书上 详细的讲了 他怎么赚了300万 到时候咱们 以后啊 我有时间会详细的讲他的书 他会讲他怎么赚了300万的 好 这是他前面的一些历程 我们再看到后面的这个 更加波澜起伏的人生啊 更加波澜起伏的人生 好 这前面的这个应该是前半生吧 差不多到39 39 40岁了 后面我们看看 他后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人生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们就看一下 他更加波澜起伏的 这个人生 然后呢 从他 2016年不是赚了300万吗 然后就已经人生辉煌了 2017年 啊 又是2017年 怎么老实说错 哎呀 1917年 他搭转了之后呢 当时啊 他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40万 40岁 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就是给家族啊 买了信托基金 买了 家里人买了 80万 买了 买了 买80万的一个信托基金 所以啊 后来呢 人家都是说 杰西啊 一辈子穷困潦倒 他后面破产 自杀 不是的 他其实再破产 最后他的这个 从80万慢慢呢 他最后好像 最后他自杀的时候呢 他的财产清算是500万美元 500万美元 相当于现在一个亿啊 他的家庭呢 也没有过上那么穷困潦倒的 只是相对他后面的辉煌来说 他是 就是穷困潦倒 但是比一般的中产阶级 比一般的富人都好 有钱多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啊 他还是一个成功者 人家后面再讲 为什么不成功 是其他方面 好 14年买了80万的信托基金 然后呢 在这一年呢 他又赚了 又赚了150万 又赚了150万美元 好 他这年呢 就是还清了所有的债务 然后1922年 这个时候出了一本书 是在他45岁的时候 他出了一本书 这个书啊 叫股市大作手回忆录 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这个书啊 这个书里面呢 不是他自己写的 是别人写的 不是他本人写的 他本人口述 别人写的 这里面就详细讲了 他这个前面的前半生 请注意啊 这是1922年 还没有达到他人生的辉煌顶点 然后在45岁的时候 在1929年 这一年 就是他的人生的彻底的辉煌的顶点 1929年 在华尔街大崩盘 大家知道这一年是华尔街大崩盘 大崩盘啊 大崩盘 华尔街大崩盘的那一年 他赚了一个亿 街大崩盘的那一年 街大崩盘赚了一个亿美元 当然有统计数据说 就不知道真实是假 但是反正说 当年财政收入 美国的税收收入 税收收入啊 才有45亿 所以他赚的这个钱啊 相当于啊 你看还 这么有人还折算了一下 说他这个一亿 亿美元相当于我们2018年的啊 这相当于是687亿 当然一个人说这不是2018年 这是2013年 反正不管呢 这只是一个参考数据 687亿美元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这个687亿美元 他这个财富啊 已经远超索罗斯啊 就是基本上可以改上巴菲特了啊 这个他而且是在他这一年赚到的 华尔街大部分的这一年赚到的啊 然后呢 这一生人生到了辉煌 到了辉煌之后呢 很可惜就是说 他后面呢 就是家庭就出了很多问题 他结过几次婚 然后他的孩子 儿子 他的老婆一直酗酒 然后他儿子也跟着酗酒 然后呢 就是后面就出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啊 离婚啊 反正就他在这方面赚了很多钱 但是家庭方面呢 一直是不怎么顺利的 再下来 在1931年到1934年啊 他开始抄底 这个抄底啊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 他自己本身想抄底 另外一种说法呢 是因为啊 当时政策 当时说这个政权委员会啊 不允许你再做空了 政策不允许 或者是政策限制做空 就限制你做空了 所以呢 他也没办法 他只能够去做多 当然这是一个说法啊 做多嘛 就是抄底 但是呢 就是不管结果如何 他其实可以不做嘛 其实准的说呢 那如果是政策限制你去做空 那你就不做空的话 你又不要去做多啊 那你可以不做嘛 你就单几年 但是很不幸啊 他自己呢 也没有战胜自己 在走了辉煌之后呢 连续几年他去做多 然后最后就是一直 他的财富啊 就从一个月开始缩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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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啊 又破产了 再一次破产 而这一次啊 破产就是致命的 再一次破产 这个破产之后啊 1935年 本身自己破产 然后1935年 他家庭又出了大的问题啊 他的那个老婆啊 他的老婆啊 就是开枪 打死了 据说打死没打死 这个具体也有个争议 说有的时候打死 也说没打死 他自己有一个儿子 小儿子 就是也是因为酗酒 这个 写成醉酒吧 不好意思 这个酗酒 这个这个酗酒 酗酒 这打死了小儿子 他整个家庭啊 就是一塌糊涂 然后从35年开始啊 34年就是 他的情况就一直开始急转直下 从这开始急转直下 家庭也出问题 个人也要出问题 然后呢 整个两三次的抄底 就彻底破产了 这个破产之后呢 但是呢 他不是有个信货基金嘛 所以他至少说 后面的生活 还是过得很奢侈 他在1939年的时候 他又写了 就是他自己写的书 唯一的自己写的书 唯一作品 叫如何在股市中交易 我们以后会详细的讲 如何在股市中 如何在股市中交易啊 这是他唯一的一本书 写了之后呢 就是想 可能也想翻盘吧 但是呢 很可惜 最后没有翻盘 总之呢 他这个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走出 这个破产的阴影 然后在1940年 好 1940年 他自杀 他开枪自杀 这个自杀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他是看到 看到自己父亲的尸体 自己父亲 他父亲去世了 看到自己父亲的尸体 之后就开枪自杀了 但是呢 肯定和他父亲有关 因为他就是在父亲 死去之后 马上就 先生父亲 他父亲一去世了 他马上 一去世 他马上就很自杀了 自杀了不久 但是呢 他这个原因有很多 主要是因为他家庭 小儿子的事情 还有他长期的这个 几次破产 几次起来 据说他就得了抑郁症 这个反正也不知道 这个自己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抑郁症 这个真的是 是不是有呢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呢 他这个自杀呢 不是光是他破产 不是光是他破产 也有很多和他家庭的原因 还有他自己续酒 长期续酒 因为这个杰西啊 他和其他的人不一样 巴菲特呢 是过了一个像清教徒式的生活 索罗斯呢 他虽然没有像巴菲特的清教徒 但索罗斯呢 他也是比较自律的 就是一个杰西 杰西呢 他有了钱之后的拼命的花 拼命的花 他有一个传说故事 他自己在书里面都写了 什么传说故事呢 就他每年新年之后啊 他也把自己 关在自己的金库里面 看自己赚了多少钱 一屋子的钱 他就在那边看 然后想 然后和这些钱打交道 摸这些钱 感受这些钱 把自己和这个钱 关在一起独处 然后再想下一年的 这个交易计划 然后等他出去的时候 他就揣满了全身上下 装满了自己能装的 所有的钱 然后在下一周 全部花光 所以他这个就有一种 那种 就咱们中国人那种 草莽英雄 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 就是说就是拼命的做 拼命的赚钱 拼命的花钱 就是一生过的这种 纸醉尽离的生活 我觉得前期他的成功啊 和他非常自律啊 和他自己很有自律 很有关系 后面呢 他的一个失败呢 也是他就是 后面就是完全就是失控了 他的情绪失控 家庭失控 所有的失控 导致他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破产 但他不光是 我就说不光是他的 就不是说他的方法 也说方法可能有个问题啊 吸取教训 但是呢 就说他就是除了他的失败 关键不是他的技术方法 他理念 而是他的人生最后的那一点 这个将来我会讲 这是一个问题 将来另外一个问题啊 我个人也是觉得 这个当然绝对不是泄渡节气啊 也可能和他的学历啊 这个也有关系 因为毕竟啊 你看他就是不是说学历是注定的 但是读书都多了 读书读了很多的人呢 他就不是像那么民间的草莽英雄 他可能就会谨慎一些 他有可能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观 特别是索罗斯 巴菲特 还有很多伟大的人物 他就是自己的一套哲学观 他有这个哲学观 这个哲学啊 他就有自己的一个理念 一个信念 一个信念 有了自己的信念 他可能后面 他就会比较坚定 而你看杰西啊 我感觉到 就是他自己 虽然有他自己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 并没有形成一种哲学 并没有形成一种信念 所以他最后一有钱 就花天酒地 就去酗酒啊 就去找女人啊 就去怎么样 反正就各种各样的 纸醉金鸣的生活 所以这也有可能 他这个没有形成一个哲学的高度 导致他最后的失败 但总之呢 无论如何 杰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而且他提出这种观点 他的一个理念 他的方法 到现在都完全不过时 很多人继续用他的方法来赚钱 所以这一点上呢 咱们就是我们下一期啊 会详细的讲 杰西尼弗莫尔 到底是什么方法 哪些方法让他赚到了钱 而他的一个做盘 他的一个操纵理念又是什么 好 这个下一期给大家揭晓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 就是如果是大家喜欢我这期节目 也一定要请看 请大家收看下一期 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杰西的操作方法 以及他的一些操作理念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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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